城外 瀑布下 哇 我都能看见水里的鱼 秦正直接脱下了外面的长袍 窄腰 长腿 沐青鸾不由得多看了几眼 哥哥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大长腿呀 不吃蔬菜和肉肉 我们以后比秦叔叔的腿还要长呢 以前爹爹的腿也很短 别着急 再过几年就长长了 玉光看向了沐青鸾 他险些 鼻血飞出来 只见 秦叔叔 你不是要教我们有水吗 秦叔叔有水是不是特别厉害 我娘也很厉害 爹爹知道你们娘亲厉害 他决定了 他最好还是藏琢一些 他稍后作弊 嚷嚷他 还好 很久没有下水了 有的会慢一些 秦叔叔 我们比一比 好 两大两小站在了岸边 一 二 三 开始 在入水的那一刻 秦正刻意的放慢了速度 哇 太开心了 我也是 我也是 太开心了 母子三个人就像是在村子里的河流中一样开始游泳 秦正不及不慢地游着 然 难以置信地看着小萱和小成 他们的速度极快 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 是本王不知道的 多着呢 小萱和小成也到了岸上 娘和秦叔叔谁赢了 娘和秦叔叔是同时到的 的确是同时到的 不过你们娘亲速度很快 爹爹是用了那里才追上 你不用谦虚 我刚刚也用了权力 师父 师父 潘膝而坐的渊明大师睁开了眼 宫里那边传来消息了 宫里那边来消息了 明公公已经带了圣旨 去了湛王府和皇上的旨意 上湛王今日连夜出场 如此紧急的时间 湛王更不可能有时间准备了 如此甚好 等了这么多年 他必须亲手让湛王伸手异地 一封信由宫门前一路送到了警惠帝的面前 警惠帝精神不振 虽然服用了补身的汤药 但是现在还是脸色灰白灰白的 可恶 是何人送来的信 回皇上的话是一名男子 说这上面写着很重要的消息 务必要给皇上过目 推下去 警惠帝立即对着一旁的明公公吩咐道 去查清此事 看看是谁竟敢造谣 也看看冤明大师 是不是对后宫嫔妃起了心思 只见明公公脸色有些苍白的 靠在柱子上睡着了 明公公 是 皇上 你昨天晚上莫非没睡 竟然在御书房内睡着了 回皇上的话 奴才昨天晚上睡了 只是 只是做了一个噩梦 他竟然在深更半夜的梦里 去想皇上 滚下去 朕今日一整天都不想看到你 黄昏之时 去随意收拾一些东西 王爷 我们真的要连夜出发吗 本王不去 你和汉明去 是 汉明是暗卫 身形和王爷几乎一样 只要是让汉明戴上面具 那几乎可以以假乱真 本王的女人和儿子都在京城 本王绝不会离开 请王爷放心 接下来的事情交给卑职 卑职一定能够做好 小半个时辰后 天色彻底的暗了下来 一行人离开了京城 去边境 对 湛王他们已经出城了 这个景慧帝心太狠 不管怎样 湛王这些年来保下魏国 他就算是不想着他的功劳 也该想想他的苦劳吧 请了 我的探子刚刚从宫里将消息送出来 说皇上 马上就会派人过来传圣旨 给你和湛王赐婚 让你带着两个孩子一同前去边境 让我们随同湛王一同去边境 这是打算让他们母子三人和湛王一起死在半路上 突然大门处传来了敲门声 你先走吧 好 你万事小心啊 看到慕青鸾之后 工人就直接宣读了圣旨 景慧帝赐婚了 不想让湛王路上思念老婆孩子 所以让慕青鸾带着两个孩子 明日一早 天亮就出发 穆尔小姐快接旨吧 杂架就在穆尔小姐府门外 明日一早护送穆尔小姐出宫 然后杂架再回宫 民女接旨 明郡王府 不可能 皇上怎么会突然就给湛王赐婚 哥 湛王不是已经启程 去边境了吗 湛王的确启程去了边境 但赐婚的旨意 也的确是在刚刚下道 哥 这一路漫漫岁月 他们岂不是会更 穆青鸾他根本就不配 皇上的死婚 必定还有其他目的 妹妹 就算是真的皇上 见湛王病重 要成全他和穆青鸾 你也没有任何阻止的群力 即便是现在 湛王也不知我的心意 更不知我回到京城的真正目的 妹妹 到了这一刻 你应该要学着去放下了 我不想放下 可是现在他却好像 离他更远了 按照我的猜测 皇上应该是容不下湛王了 而且又怕斩草不出根 春风吹又生 所以 让穆青鸾带着那两个孩子 去和湛王会合 或许此次 他们四人都无法回到京城 如果真的和他猜测的一样 那么 景惠帝的手段 未免太过狠了 哥 湛王毕竟 湛公呵呵 妹妹 我们永宁郡王府 需要明哲保身 如果湛王能逃得过此劫 那么 我会尽全力让皇上下旨 将你撕婚给湛王 也算结了你的执念 哥 我们不能掩着争的 看着湛王涉险 此时 任何人都帮不了 这一路全是皇上的眼睛 永宁郡王府在这个时候 不能贸然出手 而且 我也想看看 湛王究竟能不能扭转乾坤 明日一早 穆二小姐和他的两个孩子 就该出城 奴婢天然说是皇上派人 在穆二小姐的府门外等着了 下一刻 门被推开 行和郡主 是我 你怎么会突然 景温 很久不见 是啊 景温 我有些事情 需要问你 郡主 但说无妨 你对穆青鸾 了解吗 阮锦文低谋 喝了几口水 掩饰住了自己的情绪 五年前 我不知道他如何勾引了湛王 为湛王生下了两个孩子 他五年间 学会了医术 医术 很好 景温 你知道我对湛王的心意 我知道 你认为湛王是真心喜欢他吗 湛王喜不喜欢穆青鸾 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 赵恒喜欢穆青鸾 郡主 穆青鸾和你所想的不同 他是一个洒脱的人 他不会主动勾引湛王 所以湛王应该是真正喜欢他 湛王对穆青鸾是真心喜欢 反而对平和郡主的态度比较冷漠 不可能 郡主 你一向聪慧 且很会识人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湛王对穆青鸾的维护 一日天刚亮 玉姨 怎么会有人不停地追我们出去 皇上昨天晚上给小姐和湛王赐婚了 让小姐带着你们两个 一大早就赶路前就和湛王会合 死无恩 穆青鸾走了出来 用了早膳 我们就启程出城 一个时辰后 一辆马车出了京城 一路上 马车晃晃当当 小姐 他们为什么要带我们走小路 小路的路也太不平了吧 此路是一条近路 能够更快地追上湛王他们 湛王他们已经放慢了速度 再等着和穆尔小姐会合 好 一座高高的亭子上 等他们一家四口会合之日 就是他们一家四口复死之日 只要湛王死 还有那两个孩子死 将无人能喊动皇上的地位 这一次他们绝对逃不出去 马车穿过小路之后 又进了山路 山路过后又上了关道 一日 一辆马车一行人进了一个小城镇 一行人到了一家客栈 本店已经被人包下了 客官 去别处看看吧 住在这里的贵客 与我们是一起的 掌柜的一听 看了眼公认身后下马车的穆青鸾 和穆青鸾的视线 短暂地碰撞了一下 请客官进来吧 我这就去找那位贵客 我接下来该怎么做 别怕别怕 穆尔小姐又不会吃人 你怕什么 穆尔小姐不会吃人 但是王爷会打人呢 暂时别路线 王爷没出现 你就还是站网 平日里王爷怎么对二小姐的 我想想 就是只要穆尔小姐出现 眼睛就一直盯着穆尔小姐看 门外传来了工人的禀报 站王 穆尔小姐到了 客栈也已经准备早膳了 请站王下去 和穆尔小姐一同用早膳吧 接下来就全靠你了 我相信你能够摆平 千万不要让黄山的人看出破绽 我恨不得接杀人的活 也不想干这活 客栈一楼内 秦叔叔 秦叔叔 路上辛苦了 这秦叔叔怎么感觉有些怪 今天的秦征有些古怪 坐穆尔小姐对面 这一路辛苦了 还好 不辛苦 用早膳吧 站王 早膳过后 我们就要立即赶路了 如果站王身体不舒服的话 现在可以让御医或者是穆尔小姐 给站王看一看 回家 今日不休息一天 昨天一大早我们就赶路 一直到天黑 这一夜小姐都没有休息好 的确如此 休息日 明日启程 工人紧锁着眉头 拿出了圣旨 皇上有令 事关百姓苍生 玩笑不得 也耽误不得 必须尽快赶到边境 这是皇上的旨意 皇上连休息的时间都不给我们 策着我们赶路 我差点以为半路有什么红门宴在等着我们 不过这怎么可能呢 皇上爱名如子 更何况站王是皇上的欺敌 皇上对其他人无情 但是对站王肯定不会 一个时辰后 峡谷下 两辆马车在迅速的行驶着 突然 一行人停了下来 路上 发生了泥石流 站王 我们只能更换另外一条路了 娘 我们不能改路 娘都知道 放心吧 另外一条路 不安 啊 好 哥哥 我们为什么不能改路啊 另外一条路有危险 我能改之的 皇爷说了 改路吧 站王阴迷 马车缓缓慢慢 另外一条路 竟然是一条 弯顶斗 巧的山路 突然 糟糕 这路怎么又被堵住了 不行不行 我们必须重新下山 而沐青鸾 又掀开了马车帘子 此时天色渐暗 这种路最不适合下山了 很容易车倒人翻 娘 有人在这里设下煞局 小萱又直接在马车上画了个符 娘 我要去秦叔叔的马车上 停车 小萱 你怎么会来 你们不要说话 我们附近有煞局哦 是想要我们在这里迷失先知 说完之后 就在马车里面画上了符 小萱 你太厉害了 小萱厉害 你不是秦叔叔 本王就是你的秦叔叔 救命王王爷怎么还不来 秦叔叔从来不会在我们面前 自称本王哦 秦叔叔都是自称爹爹的 小萱 让你猜到了 那秦叔叔在哪里 灵云正要回答时 马车突然猛的再一次停了下来 不要啊 滚开 灵云立即掀开马车脸子看去 赫然见到一名侍卫 直接跳下了一旁的山坡 再一看 其他人有些神志不清了 山江有魔杖 吞药 刚把解药扶下去 黑压压的箭矢 先一步落在了那些工人和侍卫的身上 当箭矢落在了马车上时 马车就像是孤然有了弓强铁壁 将所有的箭矢都给挡住了 别怕 这点乱七八糟的东西伤不了我们 小姐 那小轩怎么办 那辆马车和我们那一样 放心吧 漫天的箭矢停止之后 与此同时 耳边还传来了马车掉落山坡时的剧烈响声 他掀开马车帘子向外看去 赫然见到和他马车一样的马车滚落悬崖 紧接着又是一辆 钱叔叔 新叔叔 有本王子绝对不会让你们有事 几日之后 京城得到了湛王和木青鸾 半路被山匪拦截 二人马车跌落山坡 一家四口惨死的消息 皇上 这一天我们已等很久了 拦路石 本就应该都除掉 而且这颗拦路石 直接堵在了朕的心口 如今除掉了 朕总算是舒畅了 恭喜皇上 贺喜皇上 去领赏吧 是 而景惠帝盯着明公公瘦弱的身形 心底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 一下又冒了出来 似乎明公公比后宫的妃嫔 看上去更妖娆一些 宁城 你是朕的手下败将 宫人来报渊明大师求见 渊明大师竟然敢碰他的女人 皇上 嗯 渊明大师心里忽然咯噔一声 景惠帝这是对他动了杀念 因为他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 渐渐的还露出了几分惊骇之色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什么不可能 渊明大师在朕的面前无需隐藏 渊明大师却猛地退后了一步 一不小心还跌倒在了地上 到底怎么回事 渊明大师 师父你怎么了 师父 这里是皇宫 怎么师父突然就听不进去任何人的呼唤了 这段时间接连下煞局 我身体突然有些 不适 请皇上见谅 既然身体不适 那就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朕最近新得到一批百年人生 然后 让明公公给你送过去 谢皇上赏赐 一个月后 一名暗卫出现在了景惠帝的面前 什么 卑职等人查了整整一个月 可以确定战王生前所拥有的一切 全都消失了 只剩下了一个战王府 但战王府内只有几名老婆 对战王府的事情一无所知 可恶 真问的是兵符 战王府内 是否全都翻遍了 上上下下全都翻遍了 没有任何兵符的影子 说不定是战王随身携带着 可战王和穆尔小姐他们的马车跌落山坡 又掉在了河流之中 之后就完全没了踪迹 找 派人去河流中找 是 与此同时 一行几人骑着马儿来到了路边的茶棚 客官 需要吃一些粮糕吗 粮糕都是小老儿自己做的 我要吃 老爷爷 我们都要吃 好好好 小老儿 这就去拿 这时 一只信鸽突然飞来 看到上面的消息之后 静摸了一瞬 然后 看向了一旁的情章 不过这一看 他险些笑喷 有消息了 少爷 要不咱们在路上洗洗脸吧 不必洗脸 现在这样正好 今日路上 截匪看到了都吓跑 一旁的凌云 险些将口中的凉茶给笑喷出 因为王爷昨天之前戴的人皮面具特别的俊美 一路上总是吸引了不少的姑娘 甚至是还遭遇过女劫肥想要劫走她们的情况 本本想要叫秦叔叔爹爹的 但是我现在叫不出口了 唉 我和哥哥考察了秦叔叔一个月 认为可以任秦叔叔做爹爹了 但是 我现在 叫不出口呀 好 爹爹答应你们 稍后就换一张皮 这时 一名骑着马的黑衣人 从不远处而来 来到了凌云的面前 耳语了几句之后 迅速的离开 少爷家里那边来消息了 说是家里被人动了 又有很多人不安分 得知少爷云游四海后 这些人更是猖狂 甚至想要一局将曾经得不到的都给抢走 这一个月以来 他们一起云游四海 也将他体内的灵虫血骨彻底的给控制住了 你什么时候回去 和你一起会 其他的事情不重要 而且拖的时间越久 对本王爷越有利 莫要担心 谁担心你了 时间转瞬即逝 西凤国京城内 请进 门被推开 邱爷爷 邱爷爷 两个大宝 你们都长高了 邱爷爷几个月不见你们 想得心肝疼 我当然想邱爷爷了 我想邱爷爷想得都睡不着觉了 你们两个小家伙呀 无可是邱爷爷放在心里的心肝大宝贝啊 此时此刻的邱爷爷 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慈眉善目的普通老人一样 邱爷爷手里的人命没有一万也有九千 仇人变天下 邱老你怎么 邱老 邱是你想要娶青鸾 是 我要娶他 邱老的眼神更锋利了一些 邱老 你先跟我走一趟 让他们先去落脚处休息 小湘和小城交给你了 放心 马车里 邱老简单的说明了一下情况 听闻是给苏老太爷治病时 慕青鸾有些意外 知道苏老太爷还是几个月前因为苏如尔的关系 苏老太爷曾经救过过 想当年苏老太爷是何等风光的人物啊 哎 如今造化弄人呐 您回来了 快请进 老太爷现在应该正在休息 秦鸾跟我来吧 嗯 很快 我听邱老说 你医术高唱 我求你一定要救好曾祖父 我们已经失去了祖父父父亲 还有哥哥 不能再失去曾祖父了 放心马 我会尽我所能的 不要担心 对不起啊 吓到你了 我平日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亲人而情绪不受控制 这种感觉我很明白的 眼前的苏晴儿和苏若尔 其实长相有两三分相似 但却给人的感觉全然不同 是小秋来了 是我 苏老太爷 我之前对你说的人 现在已经到了 我这身体我自己明白 小秋 哎 请归客进来吧 曾祖父父 慕青鸾也快步走了进去 苏晴儿已经扶起了苏老太爷 给苏老太爷拍着背 等一下 不要拍 我来看看 慕青鸾拿出了引针 苏小姐 钱在门外等候 啊 好 慕青鸾立即脱掉了苏老太爷的上衣 接着 慕青鸾速度而利落地 在苏老太爷的身上的几个血位上刺去 苏老太爷的情况有所好转之后 谢谢你 孩子 不用客气啊 苏老太爷 想不到小一辈的年轻人竟然能有如此高超的医术 这回说老太爷 相信我说的话了吧 只要有他在 苏老太爷一定会没事的 苏老太爷淡笑着摇头 我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 其实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 小秋 就求你帮我这个老头子一次 哎呀 我这条命都是宁救的 什么求不求的 只要是你想让我去做的 我一定会去做 苏老太爷忽然眯起了双眼 曾祖父 曾祖父没事 别担心 谢谢你 太谢谢了 我刚刚其实只是制止住了苏老太爷咳嗽的症状 苏老太爷身体内的毒素积压许久 现在必须用特殊的方法 让苏老太爷体内的毒尽快地排掉 什么 中毒 本可以隐瞒一时 没想到 罢了 曾祖父活到这个年纪已经足够了 晴儿啊 别担心 不要 曾祖父 不要离开我们 等曾祖父去了 你们便一起离开京城吧 救不了 秋老 我没说不能救 真的 可以试一试 苏老太爷的毒可以解 你真的能救曾祖父吗 我用的不是玄套的方法 需要苏老太爷 以及整个苏家保密 好 你放心 我们绝对不会将有关于你的事情说出去 我相信苏家 让苏秦儿和秋老出去等待 他在苏老太爷惊诧的目光之下 开始抽血一系列的化验 你们可以进来了 秋老和苏秦儿闻声立即走了进去 此刻的苏老太爷好像年轻了二十多岁 曾祖父 只要有你在 我们苏家就不会等 清卵 苏老太爷的毒都已经解了是吗 还没有 难道是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中毒多年 毒素早已经和血液连接在一起 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除掉的 那需要多久 才能将曾祖父体内的毒都解了呀 应该需要几日的时间 不过苏老太爷的身体已经被损害 试了不少的元气 需要好好的养养身体 也需要心情顺畅 真的太好了 孩子 不 我们该称呼你什么 叫我文亲就好 苏老太爷 叫他亲丫头吧 不行 他的医术远远在我这个老头子之上 应该叫师父 叫亲丫头 未免太不尊重 苏老太爷 叫我亲丫头吧 我比苏小姐还有年长几岁呢 而且 我也有很多的问题 是需要请教苏老太爷的 好好好 就叫亲丫头吧 那我叫你亲姐姐 好不好 当然可以啊 我正好没有妹妹 就认下你这个妹妹了 太好了 我又多了一个姐姐 看到亲丫头和苏琴儿这两个丫头 忽然苏老太爷想到了什么 小秋 我稍后给你一张画像 请你拜托小百帮我找上面的人 老夫这辈子没有其他的念想 一声沉沉浮浮 看惯了潮起潮落 唯一始终放不下的 就是找到他 好 我给小百飞鸽传书 不用给小百飞鸽传书了 我昨日与小百通过书信 他明日一早就会到 祖父 祖父 接着又有两道身影走入 一个是苏琛 苏老太爷的嫡系排行 第五的孙子 另一个人是苏威尔 苏老太爷的疯孙女 二伯 姐 你们快看 曾祖父的病快好了 快好了 是啊 是这位清姐姐出手救了祖父 说是再过几天 祖父就能痊愈了 清姐姐 她是我找来的人 原来文小姐是邱老找来的人 对不起 我们不是故意不相解 实在是 抱歉 以前一突来骗我们苏家的人很多 所以我和武叔会紧备一些 换成是我 也会对来人怀疑的 能遇到他 是老天又给了我这个老头子 重新活一次的机会 只是不知为何 怎么突然间觉得 他的眼睛和婴儿有些像 文小姐 我祖父真的能治好 臭小子 你竟敢不相信清丫头 孙子说错了还不成吗 苏老太爷看看 他们为了才要 手上都是伤 没事没事 都是小伤 伤伤才要难免的 只是我和武叔 两个人不小心跌了一跤 曾祖父千万别担心 你们呢 以后不可轻易进山了 请丫头用的药不是这些 那文小姐要用哪些药 接下来就由我们准备吧 我自己准备就好 你们无需担心 照顾好苏老太爷即可 药材不需要我们准备 但是银子必须给文小姐 不需要银子 本就是劳烦文小姐远道而来 如果再让文小姐分文不取 那我们苏家也做事太不厚道了 亲姐姐就告诉我们需要多少银子购买药物吧 超级正能量的苏家人 他救人 想来随心意义和缘分 要不要银子也是看心情 他既然说不需要银子 那么就是不需要 三个人顿时没有了主意 又看向了苏老太爷 文小姐是我的救命恩人 也是咱们苏家的恩人 你们记住了 日后文小姐有任何需要 你们一定要记得报恩 是 仅遵所谓的主妇 苏老太爷对孙子和重孙女很是满意 好了 你们去看看晚膳准备什么 今天晚上 留小秋和青丫头用膳 是 祖父 苏老太爷 不必准备晚膳 和我一同强啊 大还有我的两个儿子 我需要回去陪他们 你不能进去 老太爷不想见你 我们苏家上上下下 所有人都不想见你 我和曾祖父有误会 我需要和曾祖父解释清楚 而且我听闻曾祖父最近身体不适 很是担心 这才立即赶了过来 想不到 他刚来西凤国京城的第一天 就和苏若尔撞上了 曾祖父 我真的很担心你 会一向一数不加 会对当年曾祖父的教导 否则 现在也能为曾祖父分担一二 都是若尔的错 我这个老头子 担不起你的一生曾祖父 你早已经不是苏家人 就算我这个老头子死了 你也不必有过多想法 更不用前来看最后一面 曾祖父说的对 苏若尔 你的脸皮太厚了 如果我是你 完全不敢踏入苏家半步 苏若尔 苏家不欢迎你 请速速离去 你们真的对我有误会 我说过的 不是我做的 我怎么可能背叛苏家 背叛你们呢 你们为什么宁可被人骗 就不想听我的解释 别再装了 摄政王不在这里 你惺惺作态 给谁看呢 你快滚 晴儿 你 沐青鸾皱眉 她的心中咯噔一声 抬眸朝着门前看过去 苏尔 她抬脚朝着苏晴儿踢了过去 这一脚 如果是踢到了苏晴儿的身上 那苏晴儿 必定是当场吐血 苏尔 你有没有哪里受伤 苏若尔不动声色地 看了眼安然无恙的苏晴儿 眼中闪过了一道不快之色 王爷 你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正在忙吗 如果本王不来 你一向善良 又不善言辞 你一个人来到这里 不就是要被人欺负吗 王爷 不会的 我毕竟姓苏 是苏家人 他们对我 只是有些误会而已 说清楚了 他们就会原谅我 本王该拿你怎么办 事到如今 你怎么还是没想明白呀 我是在苏家长大的 我舍弃不了对苏家的感情 苏晴儿泪流满面 他想不明白 摄政王为什么就那么相信苏若尔 一种悲痛欲绝的感觉在心里炸开 想说我道歉 苏若尔这个时候不说话了 他今日的目的就是要羞辱他们一番 老臣见过摄政王 今日的确是老臣的曾孙女 冒犯了摄政王的夫人 老臣在这里带他赔罪 既然苏老太爷开口了 本王可以不追究苏晴儿 谢摄政王 苏老太爷 有些事情苏尔不想让本王干预 所以本王尊重他 让他自己去解决 但是现在他被你们一次次生气 有些话本王不得不说 穆青鸾嘴角一抽 原本以为轩云墨还有的救 但是现在看来病得不轻 不好救 老夫想杀人了 丘老不迟的 说得对 苏若尔早在两年前 就与苏家毫无瓜葛 两年前的事情和苏尔没有关系 苏老太爷为何不相信他 前些日子若尔甚至想要让人去东陵国 将一位叫做穆青鸾的神医请过来 很可惜穆青鸾遇前不久死于非命 苏老太爷 本王不求你记住若尔的付出 但求苏老太爷可以对若尔和音乐色一些 王爷 我们走吧 我相信终究有一事 曾祖父会原谅我的 苏若尔 苏家永远不会承认你 接着 苏维尔又看向了轩缘梦 摄政王的确是位高权重 但这些事情与国家朝堂皆无关 摄政王不能勉强我们接受不能接受的人或者东西 曾祖父身体不适 我们还要照顾曾祖父 就不送摄政王和您的夫人了 请摄政王谨谅 此乃我们苏家定下来的族规 必须遵守 你们是给曾祖父治病的大夫 他怎么有一种感觉 这位女子的身影和刚刚看她的眼神有些眼熟 这时他才发现 苏老太爷的脸色看上去并不像是将死之人 为什么不回答我的话 苏若尔 这是苏家 我们请来的客人 和你毫无关系 苏夫人为了怀上身孕 贸然服用一些伤害身体的药 容易适得其反 穆青鸾刚刚闻到苏若尔的身上有一种味道 那种味道是服用了一种有毒的草药 让女子原本不能怀有身孕的身体发生改变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究竟苏秦儿他们给了你什么好处 让你向我泡脏水 轩元末的心里浮现了一丝疑惑 今日本王算是知道了你们苏家的真面目 苏尔 从今以后 莫要再踏入这里半步 本王会让所有人都看到 你苏若尔将是全天下最令人羡慕的女神 这朵白莲花实在是太惊奇了 两个人走到门前时 曾祖父 我以前无意见 看到曾祖父书房里的一个画像 要走就走 哪里来的那么多废话 那个画像中的人 我在东陵国见过 你见过他 是 我见过 他在哪 曾祖父 我想回苏家 等我回到苏家了 我一定会将那个人身在何处 告诉曾祖父 苏若尔 你真卑鄙 来人 送客 区区一个苏家 以为他想回 他不过是不想让自己的身上有脏水 下一步 他就要嫁入 摄政王府 看在苏老太爷的面子上 近日在苏家发生的事情 本王暂时不知就 老太爷请放心 小白 一定能够找到人 让你和青丫头见笑了 温小姐 你刚刚说 苏若尔为了怀有身孕 服用了一些对身体不好的药材 是真的吗 苏若尔的身体 真的到了如此差的地步了吗 是 如果不是用一些特殊方法 这辈子也做不了母亲 报应 以前他们都认为苏若尔是一个需要保护的人 但是苏若尔竟然在暗地里和京城的好几个公子 那些曾经和苏若尔有过牵扯的人 有的不是离奇的死了 要不就是失踪了 除了他们几个人之外 没有人知道苏若尔的那段过往 老夫知道青丫头说的那个药 在苏家这是禁药 明日我来的时候 小白应该会和我一起来 请苏老太爷宽心 青丫头 你这份心意老头子记下了 青丫和秋老上了马车之后 青丫 苏老太爷的那个曾孙女不怀好心 我看他今日是奔着气死苏老太爷而来的 秋老 苏若尔不值得你动怒 不知道苏老太爷要找的人是何人 苏老太爷要找的人对他应该是很重要 着实可恶 就算他是最厉害的白莲花 也会有朝一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看那摄政王的眼睛和瞎了没什么区别 今日同时见到秦征和轩元末 两个人的高下在他的心中有了比较 西凤国摄政王被苏若尔骗不远 马车上 苏尔本王会陪你一起 王爷有可能我做错了 我不该威胁曾祖父 为什么别人都有家 唯独我却没了家 苏尔你的家就是摄政王府 本王今日就会告知三姐 从今以后你就是摄政王府的当家主母 可是君主一直不同意 王爷我不希望你为了我和君主起争执 本王绝对不能失去你 三姐会懂的 王爷此生有你 足矣 苏尔刚刚在苏家时 那名女大夫说你正在服用一种 对身体不好的药 这是怎么回事 王爷我也很想知道 这世上怎么会有她说的那种药 而且我只要和王爷成亲 为王爷传宗接代 是很自然的事情 为什么一定要想办法换我的名声 王爷我有做错什么事情吗 一个被苏家人收买的女大夫 无需在意 天色江暗 马车迅速的到了一座府底前 秋老的产业遍布天下 不论到哪里都会有住的地方 原来秋老最富有啊 我的这些黄白之物 全都给小萱小成吧 小萱和小成的富有程度 应该和秦征不相上下了 娘 秋爷爷 来来来 快让爷爷抱抱 秋爷爷的胡子都长了 秋爷爷 我路上买了好多礼物 都是送给秋爷爷的 是吗 太期待了 秋老抱着小萱和小成 迅速的朝着里面走过去 苏老太爷的情况如何 你怎么知道我是去见了苏老太爷 我的眼线能出现在任何我想让他们出现的地方 需要我告知你苏家的事情吗 苏家的事情我已经知道得七七八八 湛王是李万七 这点小事你没必要亲口对我说 秦征俯身更近了一步 你知不知道你能让我神志不受控 慕青丸的耳根更红了 你离我远点 迅速的离开 刚刚得到了一个消息 李将军又战败了 东陵国丢了一个城池 李将军率领的将士都是边境一些没怎么上过战场的士兵 北海国那边有什么异动 北海国现在对东陵国虎视眈眈 大有攻占东陵国之事 现在东陵国的情势很危险 但是根据汉子来报 景惠帝并没有察觉到什么危险 毕竟东陵国物产丰富 是其他的国家无法相比的 这盘旗还在下 等 是王爷 晚膳时 飘着食物的香气的餐桌前 小萱给秋老加菜 谢谢小萱 谢谢小成 你们真是爷爷的心头宝 老夫听说 湛王这几年认为穆娇宁和穆娇宁生的孩子 才是你要找的人 的确有此事 能被人欺骗 就说明湛王识人不亲 秋老 王爷是有苦衷的 而且穆娇宁拿了信乎 所以才会被王爷认错 此事的确是本王疏忽 当时在他的眼里 那天晚上的女人是谁 都没有什么区别 看来你知道自己错在何处了 那就好 就在这时 小萱忽然脸色一变 立即闭上了眼睛 哥哥 哥哥你怎么了 小萱 哎呀小萱 怎么突然就脸白成这个样子 娘 我没事 小萱没睁开眼睛 她小小的额头上有了一层小小的细汗 穆青鸾的心彻底的提了起来 小萱这是怎么了 刚才和秋老说说小萱呢 小姐 这可怎么办 莫急 小萱说没事 等上片刻 到底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小萱不是生病 也不是身体的原因 她无从得知小萱究竟是怎么了 过了一刻钟左右的时间 小萱睁开眼睛了 一把抱住了身边的秋老 小萱 怎么了 告诉爷爷 小萱 有什么事情要告诉娘 有娘在 不论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 紧接着 穆青鸾从秋老那里将小萱抱了过来 小萱 但是下一刻 小萱从穆青鸾的怀中争活出来 又重新回到了秋老的怀中 这是怎么了 乖包小萱 是哪里难受 还是有人欺负你啊 都告诉爷爷爷 爷爷把你打回去 小萱 别怕啊 娘在这里 爹爹在 别怕 是什么事情 说吧 忽然脑中灵光一闪 心里咯噔一下 意识到了什么 立即看向了秋老 再看小萱紧紧抱着秋老的样子 就好像秋老要离开他一样 爷爷带你去买玩具吧 这几天爷爷逛街看到了不少买玩具的店铺 那小东西做的一个比一个精致好玩 哥哥你哭的我也想哭了 忽然秋老懂了 小萱呢 人都有死 爷爷我这辈子精力甚多 现在都已经看开了 要说有什么舍不得的 就只有你和小成 不过你和小成两个有亲鸾照顾 如今又有了爹爹 有他们在 爷爷什么都不用担心 小萱 你是不是感觉到了什么 知道爷爷不久将会离开人世 不要 我不要秋爷爷离开我们 我不要 秋老就在这里 怎么可能离开我们呢 小萱 爷爷这辈子做了很多错事 也该为这些错事付出一些代价了 秋爷爷过几天 会有一个大劫难 大劫难我让秋爷爷在劫难逃 我把秋爷爷赶去 但是赶不了 因为这是秋爷爷的死结 本来就是我的命 何须让小萱为我逆天改命 人活一时 这死是在所难免的 我不想让秋老有事 还有 让我不放心的人就是你 梅月 小白对你一片真心 他是可以托付终身之人 男人更了解男人 听我的话 答应了小白吧 不要 我叫秋老好好活着 你就在家里待着 哪里都不去好不好 在这里我们大家都可以保护秋老的 如果有人来找秋爷爷的麻烦 我就打他 小时候是秋爷爷保护我 现在我长大了 我要保护秋爷爷 小萱从未算错过 如果他不能阻止 就说明老天已经打算收回我的性命了 顺应天命就好 房中的气氛陷入了沉重之中 哎呀 总算赶过来了 这一路都快累死我了 好香啊 我这一路赶过来 食不下夜 什么都吃不下去 梅月 你快看看我 我是不是收了一大圈呢 当他的话音落下之后 就发觉了有一些不太对 既然没用膳 就过来一起用膳吧 现在该跟我说说 是什么回事了吧 我可是收了你们的信件 特意快马加鞭赶过来的 你们要是一句话不说 那也太生我心了 秋老看了眼几个人 便笑着开口说了一下情况 一个时辰之后 木青鸾哄睡了小萱和小成后 走出了房间 要散步吗 好 两个人之间静默无言 秦征心疼他 即使是他没说 他也很清楚 他将秋老看作亲人 而现在他明知道 亲人即将遇到危险 甚至是会付出性命的代价 而他却无法改变这一结果 那晚上的月亮很圆 是啊 很美 相信我 我会陪着你和小萱小成 一直走到最后 直到有一只秋老会离开我们 但是我从未想过 这一世会如此的快 而且明知道会有危险 却无法扭穿 秋老已经坦然面对一切 清卵 嗯 是啊 凌云得到一个有关于宣元柯的消息 想知道吗 他现在如何 西凤国摄政王带着苏若尔 告知宣元柯他们即将打婚 宣元柯意图阻止 用他搬离摄政王府 威胁西凤国摄政王 但只是徒劳 西凤国摄政王宁可不要亲姐 也要苏若尔 为了苏若尔 西凤国摄政王竟然要将宣元柯拧出家 看样子似的 傻男 拱男人 为了一个白莲花 将身边唯一的亲人都给撵出去 这宣元柯的脑子是不是被门家坏了 过两日我找结婚去见宣元柯意 你帮我安排吧 好 交给我 摄政王府 我这个姐姐 竟然还没有一个表里不一的女人重要 宣元柯啊宣元柯 我怎么会有你这种弟弟 请郡主不要生气了 王爷只是让郡主接受苏小姐啊 郡主 其实苏小姐为人还不错 照顾王爷也把王爷照顾得很好 郡主 不如成全王爷和苏小姐吧 滚 你们所有人都给我滚出去 下人们吓了一大跳 顿时不敢上前 郡主 我可以进来吗 滚 郡主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要加入摄政王府的 我已经阻止了王爷 但是王爷根本就不听我的话 所以请郡主 不要再误会我了 郡主还是开门让我进去吧 有什么话 我们当面说好吗 宣元柯脸色铁青 但是理智让他清醒下来 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冷静 好啊 来 让我看看 你想怎么好好沟通 郡主 你真的想明白了吗 真的会接受我吗 苏若儿看到轩元柯 好像开始控制不住生气了 我知道 郡主以前针对我 是对我有误解 认为我配不上王爷 只是 王爷待我极好 我就算是不想伤害郡主 也只能如此 因为 我更不想伤害王爷 我深爱王爷 想要和王爷摆手偕老 郡主如果能成全我们 日后我一定会好好尊重郡主 这些都是我的真心话 说完了 郡主有哪些不满意吗 何意识情情 很容易说错话 如果又让郡主不开心了 请郡主一定不要在意 爷 你到底还想做什么 若儿都已经做到这种地步了 你难道还不满意吗 轩元柯气劫 刚要骂轩元柯 又生生地压下了这股火 现在 他忍 王爷 是我太不讨喜 也是我刚刚说的话 让郡主不喜欢 郡主没有错 是我的错 傻若 为什么要过来 有些话有本王和三姐说 这个傻丫头 为了让他不为难 竟然 什么都想自己解决 三姐 如果你要离开 我不阻止你 但是摄政王府 永远是你的相 只希望三姐有朝一日 想明白之后 能够回来 你一个人在外 我无法对列祖列宗交代 苏若儿暗自得意 听了这些话 轩元柯肯定会忍不住 连轩元柯一起嘛 然后再愤然离开 谁说我要走了 这是我家 即便要走 也该是你们 有事继续说 没事就离开 我要休息了 看着门在眼前关上了 苏若儿心中大惊 这和他刚刚所想的 相差十万八千里 苏儿 三姐不走了 你可以放心了 郡主不走 我就放心了 该死 一定是轩元柯 突然变聪明了 既然如此 那他也要改变策略了 一日 前去苏家的路上 看样子 苏老太爷如果没有遇到你 就活不了多久了 嗯 大概只能再活半个月吧 苏老太爷三番两次地 想要见我 这找的人肯定非比寻常 又或者是对他很重要的人 对苏老太而言 一定是非常重要 您用心帮着找吧 当然 哎呀 西凤国的京城 真是一片繁华 片刻之后到了苏家 苏家门前 有人坐在门前嚎啕大哭 我看看去 慕青鸾站在马车旁 观察着情况 昨天苏家门前凋零 今天竟然尾上了人 而且叽叽喳喳 听着着实让人心烦 怎么回事 关于苏琛 苏琛 苏琛看上去是一个很严谨的人 能出什么事 有一个大肚子女子跪在门前 说她的肚子是苏琛搞她的 怎么看苏琛都不像是轻易搞大女人肚子的人 把车走到了苏家后门 正当他们要敲门时 门开了 曾祖父说 你们看到正门的情况后 一定会来后门 青姐姐 快进 你就是曾祖父要见的小百公子吧 是我 青姐姐 小百公子 快进来吧 曾祖父正在等你们呢 至于正门那边的情况 等进来之后 我再和你们说 从后门进入了苏家之后 他们真是想要妻子曾祖父 如今苏家落难了 这些对苏家议论纷纷的人中 有不少是曾祖父救过的人 我需在意 辛苦报应 苍天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 新姐姐说的对 在进入苏老太爷的房间时 那女子的嚎啕大哭声 一声高过一声 今日怕是无法让门小姐和小百公子 耳根子清静了 二叔 我出去解决此事吧 数次吵吵闹闹 兼扰曾祖父休息 姐 不要去 曾祖父说了 亲者自请 你一个人 怎么可能说得过一群人 沐青鸾看着苏老太爷 微微灰白的脸色 比昨日糟糕了 小百公子 多年未见 是啊 多年未见苏老太爷了 苏老太爷 还是和多年前一样啊 曾祖父以前 和小百公子见过吗 只匆匆见过一面 原来是这样啊 亲姐姐和小百公子 早就认识了吗 我和你亲姐姐的关系 如同拜把子兄弟 沐青鸾无语 瞪了小百一眼 让他适可而止 外面那些人疯了 拿着大柱子撞门 我去看一看 你们都留在这里 这按照 他们人多实重 就是为了要见你 说不定要趁乱石 要你的性命 你如今是苏家 唯一的子嗣 你不能处使 他们现在越来越过负 大门年久失修 他们很快就能将门撞坏 现在该怎么办 不能让他们闯进来啊 外面有巡逻的官兵 他们肯定已经听到声响了 但为什么 迟迟不去制止那些人 这件事简单 交给我吧 我从后门出去 做了太爷先治病 等解决了外面那些人 我再回来 等等 小百公子 外面那些人 应该不是普通的 把你冒人出去 岂不是有危险 他们绝对不会 听你讲道理 我像是讲道理的人吗 不到半个时辰 大门外的撞击的声音 停止了 百公子是用了什么方法 让那些人不再撞击大门 这点小事对他而言 不是什么大事 举手之劳而已 小百公子用的方法 你们都不会用 那些闹事的人都走了 真的太好了 这下曾祖父 就可以安心的治病了 你们先在外面等 半个时辰之后 我就会出去 你们就能进来 再看苏老太爷了 好 辛苦 好轻丫头了 很快 小百就回来了 小百公子 你刚出去没多少时间 那些闹事的人 竟然就都走了 冒昧问一句 小百公子是用了什么方法 感谢 小百摇了摇扇子 哈哈地大笑了几时 然后才说了一下 刚才处理那些人的经过 那么多人 小百公子一定用了很多的银子 等日后 我们苏家会还给小百公子 不用还 是小百公子出面 帮我们解决了这些麻烦事 苏请二不由得多看了几眼小百 实话告诉你们 我的银子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拿走的 他们想拿我的银子 除非死 那小百公子 刚刚给他们的 给他们的是假银票 他们如果拿着假银票 去兑换银子 一定会被当作贼人 送入大牢 他们发现是假银票以后 会不会还会回来 姐 他们没有机会回来了 拿到银票以后 肯定都迫不及待的 想要去兑换银子 西凤国律法 一律不准 私验假银票 小百公子 你太厉害了 片刻之后 已经好了 现在你们可以进去了 在三个人一边说谢 一边进去之后 是不是苏老太爷的情况 有些不太妙 我怀疑苏家有内鬼 苏老太爷和昨天一样 银内的毒素又加深了 放眼看去 能够留在落魄的苏家当中 说明都对苏家重情重义 也被苏家人信任 我来叉叉 即便残忍 也必须是他们自己去面对的 青姐姐 曾祖父是不是过两天 就能彻底好起来了 苏家内有内鬼 苏老太爷体内毒素又加深了 说明从昨天到现在 有人给苏老太爷又下 祖父 这件事交给我 我一定要查到此人是谁 留在府中的人 我都认为他们是亲人 而他们竟然是这样对待亲人的 太可笑了 苏若尔都能对我们各种感情杀绝 可观其他人 去吧 祖父 查到是谁该如何处置 你任意处置吧 苏琛在得到了苏老太爷的回应之后 立即推门走了出去 苏老太爷想要找的人 现在可以告诉我是谁了吗 如果有画像的话更好 怎么会忘了这件重要的事 小白公子稍等 你们两个去我的书房 在桌子下 苏琴儿和苏威尔 连忙赶去了苏老太爷的书房 苏老太爷找的这个人是何人 信息越多 我能找得更快 我要找的人 是我的女儿 接着苏老太爷就将那些封锁在他记忆当中的过去 缓缓地说了出来 将画像给我 苏琴儿将手上的画像立即塞了过去 刚刚她的声音真的好苏柔 但是当画卷展开之后 这 她长得和我年轻时十分小 沐青鸾和小白相识了一眼 二人微微蹙着眉头 怎么了 苏威尔和苏琴儿已经哭得不能开口了 哎 女人哪 就是心太软 她只能将画转过来让苏老太爷看 怎么会这样 前几天还好端端的 这画像看上去应该是这两天被毁的 画像的脸部被水给泡了 偏偏其他的地方是好的 这一看编织是有人故意而为之 曾祖父 有画像固然很好 会省去一些麻烦 但是不意味着没有画像就什么也找不到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 苏老太爷请放心 我会尽一切全力去找 是啊曾祖父 过了这么多年 画像中的奶奶肯定也容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画像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 是啊曾祖父 小百公子也说了 没有画像 他也能尽全力去找 苏老太爷 有自己年轻时候的画像吗 苏老太爷愣了一下 既然说老太爷的女儿和苏老太爷长得极为相像 那么只要找到苏老太爷年轻时候的画像 我可以做一些修改 改变一些男子的轮廓 应该能还原一些容貌 青丫头 真的可以吗 我可以试一试 有曾祖父的画像 我记得二叔的书房里有 我现在就去找 曾祖父年轻时 可是我们西凤国第一美男子呢 摄政王府内 一名下人鬼鬼祟祟的前去见了正准备大婚所用东西的苏若儿 毕生禀报了几句之后 便迅速的离开了 苏妻 他们还敢想想我办法 我绝对不会让苏家再起来 欺骗我是一个小小的树 小小的远方亲戚又如何 苏家嫡妻的命运 是被我捏在手心里 苏家 祖父 查到是谁了 是谁 是刘伯 我没有打草惊蛇 现在我已经让人盯着他的一击一动了 看看他还能再做出什么事情 好 你来处置吧 那画像也是刘伯损坏的 其实 我刚刚猜到了 就在这时 苏威尔和苏情二跑回来了 找到了 这几个 都是曾祖父的画像 祖父当年不愧是西凤国的第一美男 年轻时候的画像 简直没有人能比得了 我来看看 那卷当中的苏老太爷 应该是十二三岁时的少年模样 只是 穆青鸾眼底闪烁着震惊之色 嗯 这是不是也太巧合了 还是说 他又仔细地看了眼穆青鸾 又看了看画像 我们几个 就是没有继承曾祖父的容貌 如果继承了 我们现在 也是第一美人 和第一美男了 完全没有夸大 好了好了 别拿我这个老头子开玩笑了 穆青鸾 来到了桌子前 拿起了一块黑炭 青姐姐 你是要用烧过的炭 做画吗 她用黑炭画人 就好像真人在眼前一样 有她画出来的画像 我找人绝对不负吹灰之力 青丫头小小年纪 我这医术独到又精湛 又颇有才华 是啊 我怎么不像青姐姐那般厉害啊 穆青鸾低头 看着白色的宣纸 天天照镜子 她对自己的容貌很清楚 过了片刻 画好了 苏琛 叔侄三个人都瞪大了眼睛 厉害 曾祖父 快看看 青姐姐画的画像 和刚刚被毁掉的 像不像 是 是画像中的样子 看来这个画像很成功 太好了曾祖父 小百公子有了这幅画像 肯定能帮曾祖父找到人 回去的路上 我觉得这世上 没那么多巧合的事情 你和苏家 肯定是有什么关系 查清楚 我也很想知道 好 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 查清楚你的真实身事 我麻烦了